云林有一名业务员因为爱慕长相甜美的已婚女讲师 不但偷偷跟踪老师回家 甚至自己制作简易的铁梯和铁钩 攀爬进到老师的房间里 偷他的贴身衣物和卫生棉 但是行窃的时候发出了声音 被在家看电视的师长当场逮捕 桌上的铁梯和铁钩 就是零星业务员自己制作的攀爬用具 而大贝周章做出了这些工具 偷窃而来的就只是心上人的贴身衣物 爱慕老师 那所以想要拥有他 拥有老师的某一些东西 真名31岁的零星业务员 在就读研究所时爱上了自己的女老师 不但将他的照片设成手机桌布 毕业以后还偷偷的跟踪他回家 甚至还自己制作了简易的铁梯和铁钩 攀爬到二楼阳台进入老师房间行窃 自制的一个铁梯 偷窃了老师的随身的衣物 但是由于行窃时发出声响 被当时在家的师长发现 报警处理 男子坦诚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哀意 才会侵入房屋三次 警方征讯后一切到罪嫌将他移送法办 记者廖文斌 吴立安云林报导